第154集 殷勤的心脏之上 血液回流 对心脏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压力 阴针齐齐射出 算是为殷勤勉强续命了 就在这时 几道身影出现在了夜沉的面前 正是武皇社那群人 小子 自己的命都不保了 居然还有心情救别人 一个武皇社强者 手握武士刀 直接冲了过来 那些受伤的人刚想出手 就被夜沉拒绝了 这群人伤得这么重 出手也是送死 照顾好殷勤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说完 夜沉陡然栖身上前 苍龙幻身觉涌动 瞬间出现在了 那个武皇社强者的面前 那人显然没料到 夜沉的速度竟然这么快 猛的一刀劈下 凛冽的刀器 让人感觉到心机 呼啸之声仿佛在耳边 乍响 可见这一刀有多么恐怖 死吧 眼看这一刀就要 劈在夜沉手臂之上 夜沉不光没有躲 反而五指为爪 直接扣住了那把武士刀 那人显然没想到 这华夏小子 竟然这么疯狂 关键 这小子抓住了他的刀 手上竟然一丝鲜血也没有 他周身进气席卷 猛的一刀斩下 犹如千金之力 太弱了 夜沉冷漠的声音响起 下一秒咔嚓一声 武士刀硬生生的被夜沉扳断 进风滚动 只见夜沉手握断刀 带着恐怖的力量 攒动在空气之中 锁定那人的脖梗 直接刺入 他的大动脉 直接斩断 鲜血爆发 那武皇社强者 下意识想要捂住伤口 这是唯一可以救自己的方式 但是还没有握住 夜沉一拳砸住 他的手臂 直接变为一道血雾 我说过 你们怎么对付龙魂 我就要你们千倍偿还 没有手臂 那人直接倒在了地上 身躯抽搐 最后死在了一片血泊之中 第一个 还有九个 夜沉森寒的笑容勾勒 向着那些剩下的强者而去 其余几人瞬间反应过来 手中的长刀向各个方向斩来 仿佛撕裂空气 摩擦出阵阵火星 这三刀几乎封锁了夜沉的一切线路 极其强悍 纵然如此 夜沉依然没有出剑 这种人不配玷污斩龙剑 夜沉携带着滚滚气浪 随手抓着其中一人 砸向了这一层的地面 这一层的木板轰然碎裂 对方的头颅更是被穿透 还有五个 还有四个 夜沉的声音不断在巨轮中响起 如死神的震魂曲 所到之处尽是鲜血 简直就是疯子 寂静 死意般的寂静 那些战士大脑一片空白 他们知道夜沉很强 能以一敌百 也见识过夜沉的战斗水平 恐怖如斯 但是当看到夜沉的杀人手段 他们无不倒吸了一口凉气 还剩三个了 夜沉站在一片血泊之中 冷冷地笑着 那笑容 猙獰 是血 地上的鲜血仿佛成河 倒映着夜沉的身影 中村太野和剩下的两位 五皇社强者 眸子尽是惊恐 甚至收缩到了极点 这他妈是什么妖孽 他们和华夏武者 疑惑着部队接触众多 但是从来没有见过 这种嗜血的魔鬼 中村大人 怎么办 那两人感觉双腿都在打颤 灵魂都在畏惧 中村太野压制住内心的震惊 手中的刀闪烁出一丝灵气 怒吼道 一起动手 杀了他 是 两人前后跨出一步 刚成一条直线的时候 夜沉的手臂一震 一道寒芒穿过 一并刻着血眉的飞镖 竟然撕裂空气 带着强大的尖锐之气 先后穿过两人的眉心 碰碰 两人相继倒下 现在只剩中村太野瞪着双眼 看着夜沉 他真的难以置信 眼前的小子竟然如此轻松地解决了自己的手下 这得是什么样的存在呀 还剩最后一个 带着面具的家伙 应该就是你吧 夜沉道 他那冷漠之急的视线直接落在了中村太野的身上 除了死意 别无其他 中村太野看了一眼地上两人的尸体 眉心的鲜血不断溢出 他发现自己远远低估了夜沉的实力 如此手段 这小子都可以进入华夏宗师榜前摆了 武皇社对夜沉调查的信息出错了 完全错了 跪下 突然夜沉一声怒吼 声音穿透了整个空间 显示着毋庸置疑 跪 中村太野眸子闪过了一丝猙獰之色 他作为北野大人身边的护法 怎么可以跪在华夏人的面前 他是伟大的战士 有天皇庇佑 下跪就是耻辱 八嘎 你小子算什么东西 中村太野直接冲了上来 地面更是出现了一排深深的脚印 手中武士刀挥舞 带动空气发出呜呜的沉闷声 拖出一排刀影直冲夜沉而去 看着周天刀影 夜沉嘴角勾勒一道弧度 居然还会刀技 有点意思 八嘎 出剑吧 中村太野看到夜沉 丝毫没有动剑的打算 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就算杀了夜沉 也是胜之不武 夜沉摇摇头 你们倒国卑微的血 不配浸染我的剑 不配 中村太野彻底愤怒了 你这个直纳烛 注定为你的狂妄买单 只见中村太野舞动手中长刀 瞬间冰冷的刀气朝着四周扩散而去 夜沉看着那刀影冲了出去 突然他伸出两根手指指尖的真气 仿佛凝聚成一道虚剑 破 随着他的一声大喝 那刀影被两指无情撕裂 两指仿佛穿透了一切 直接戳到了中村太野的肩膀之上 破开身体 鲜血爆发 中村太野疯狂地叫了起来 他下意识地想要凝聚尽气 拖动武士刀向着夜沉抹去 却发现他的手仿佛被禁锢住了 无法动弹 他低头一看 便注意到一只手如钳子一般 死死地扣住了他的手腕 他瞳孔放大 顺着手臂看到了一张冷峻的脸庞 你经历过绝望吗 夜沉将原话还给了他 下一秒 五指仿佛爆发万斤之力 咔嚓 他的手腕直接三百六十度扭曲 武士刀更是反手斩在了他自己的手臂之上 啊 中村太野猛地嘶嚎 声音尽是颤抖和恐惧 叫什么呢 痛苦才刚刚开始而已 夜沉的声音仿佛从九天之上而来 他右手探出 如钢筋般的五指直接穿透了中村太野的肩膀 随后猛得一压 万斤之力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咔咔咔 他右手的一排骨头直接断裂 嘴里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 砰 夜沉直接将中村太野砸在了地上 同时右脚一踩 又是一排骨头断裂 你不是很喜欢折磨人吗 我今天让你好好地享受折磨的滋味 砰 夜沉右脚气势猛地踢出 中村太野的身体划着地面 直接砸在了一面墙壁之上 痛苦不堪 脸庞更是在地面的摩擦之中血肉模糊 中村太野伸出手 嘶哑的声音响起 杀了我 求求你给我一个痛快 求求你 夜沉眼眸只有冷漠和无情 他不会可怜任何人 如果自己再晚来几分钟 华夏就要牺牲几位战士 甚至殷勤也会出事 后果不堪设想 紧接着他手中出现了几根银针 手指一动一根根射了出去 在中村太野的身上不断地颤抖 你 你要干什么 中村太野有着不好的预感 夜沉笑了笑 华夏有一种草药叫断魂草 我听说配合针灸 能让人神魂一点点抽离 痛苦到极致 我从来没有试过 想请你帮我验证一下 也算是为了华夏医学研究 做点贡献 中村太野毛子轴然收缩 刚想说话 夜沉手中已经出现了一株草药 更是毫不犹豫地塞到了中村太野的嘴里 中村太野本来还不觉得什么 但是当草药和嘴里的鲜血触碰的时候 他瞳孔涣散了起来 前一秒他全身发冷 后一秒如坠落岩浆 他的身躯抽搐 吐出白沫 痛苦到了极致 让我死 这是他仅有的意志说出的一句话 但是夜沉已经转身 向着龙魂战士而去 在中村太野的眼里 那冷傲的背影渐渐模糊 只剩下痛苦 夜沉来到了殷晴的面前 他依旧昏迷 一旁的龙魂战士开口道 教官 队长会不会出事啊 夜沉摇摇头 没有我的允许 阎王也别想拿走殷晴的命 说完 他手中运转一丝针气 针气凝聚成气针 直接插入殷晴的一处穴位 随后夜沉又将两指 按在了殷晴的眉心之上 源源不断的真气 涌入了他的身体 更像是一股暖流 穿透了殷晴的身躯 殷晴的脸总算是有了一丝血色 聚血丹 虽然可以帮助殷晴凝聚鲜血 但是他失血太多了 还是需要去医院输血 鲜血不可能凭空生成 这也是丹药无法达到的 不多时 殷晴睁开了眼眸 当看到叶晨 眸子一缩 然后准备站起来恭敬道 叶先生 请不可见